周末跟著專業分析師一起開趴 輕鬆掌握財經消息與產業動態 理財周末派讓你投資神展開 本節目由News98與摩爾投顧共同直播 摩爾證券投顧111年金管投顧新字第014號 FM98.1 酒吧新聞台 歡迎收聽理財周末派 我是林昌星 新歌 那一個禮拜又來了 那這個我們的節目呢是在這個空中播出 那同步的在YouTube頻道98新聞台去播出 那如果大家有機會的話 你如果想看一些所謂的畫面 還有我們會秀一些所謂的資料的話 你也可以同步的在YouTube來做觀賞 好那這個禮拜呢我想是大幅的震盪 而且是讓大家基本上驚呼連連 我們看到禮拜四的傍晚 那這個央行的部分 那楊靖庸總裁呢 也在迅雷不及言而的狀態下 就宣布台灣加息半碼 那基本上他還是維持了他這個洋半碼的這個概念 那基本上這一次加了半碼 是跟全球的市場完全背道而馳 但是我要跟大家提醒 台灣的利率水準本來就是亞洲市場 僅次於日本的啦 所以日本調升一下利率 那台灣調升一下利率 我想對於金融市場的震盪呢 其實就是有短期的影響 那這個禮拜呢 其實我們看到整個外資的一個水位呢 其實仍然是站在賣方 那到了禮拜五外資有買 可是我要跟大家報告 他買了22億比投信還少 所以這禮拜買超的什麼的冠軍 基本上就是投信 那這樣的一個狀況下 這個禮拜的這個大盤 其實最高公到20296點 是在禮拜四創下了 禮拜四在禮拜五創下了 那這樣的一個盤面上 如何來做觀察 現在的法人 有沒有做一些所謂的類股轉換 那我們說投信的這些 所謂的之前的高息概念股 有一點轉弱的味道 那投資朋友你應該如何來觀察 同樣的我們也邀請到專家來 節目中跟大家來分享 那我們今天歡迎到的是 摩爾投過的分析師 陳俊妍 俊妍兄好 哈囉 所有觀眾朋友大家好 聽眾朋友們大家好 好 那俊妍兄 剛才我已經跟大家也提到了 這個盤 這禮拜的盤是相當的刺激 禮拜三結算是往下灌 禮拜四是往上拉 那這樣的一個 我想投票應該都受不太了 那這樣的盤面 你怎麼去觀察 這個盤是底部墊高 還是說高檔 要大家留意 好我們今天就跟大家先聊一個重點 第一個大盤 我們先看一下日線圖 那個聽眾朋友看不到圖 沒關係 以昌哥當你的眼 這個日線圖這一邊 我跟大家來聊 其實法人資金的換手的位置 3月6號好那個觀眾朋友們 你可以看到大盤日線圖 我幫大家抓出來 你可以看到上衝下襲 外資中間有五連賣 對都在賣 可是你會發現 他就要換手上當 都不破 就震盪 對所以基本上 我們要特別留意 現在來講大盤只要在 一萬九千四百九十九點 換算就是法人資金換手 就一萬九千五啦 就一萬九千五 一萬九千五上方還講都安全啦 Safe 只是說大家你要留意 一萬九千五上方 不是說你那個 不是隨便買啦 我還覺得這股要沒有 隨便買啦 嘿你反而要知道現在 忽買忽賣 外資的這個動作就是做換股啦 對 現在大家都在知道 那個 蹭那個ETF 00939 00940 蹭二度 蹭油量都有 2200億耶 有時以來 那個央行都出來講話了 對 啊新聞媒體也告訴大家 哦那個念阿彌陀佛的那種 他都直接 不念了 我去申購再唱 我有看到那個照片就是 可能就是也 下這個 出了盜門進來買啦 對不對 那表示非常的熱潮啦 就變成說 大家都知道你2200億 一定要說話買啊 對 我都已經知道會有2200億啦 我先把那些股票拉高 我等你進來買 我知道你會買啊 我拉高之後 我是不是可以賣給你 對 所以說大家如果去觀察 禮拜五的這些股票們 其實大部分都是瘦黑 我跟甚至去 盤中在統計哦 00940的前十檔 全部都是黑的 那疊最多可能有到7% 疊最多可能有兩三趴 那所以表示說 說老實話 這個熱潮 這個量能呢 看起來是 到這個地方了 已經開始做一些高檔的整理哦 量能不用擔心 那指數的位置 大家你可能會越想越多 我補充一下 我的量能是說 ETF 投信的買盤的量能啊 是是買盤量量 哦那個投信 我有史以來看到他這樣子 四天加起來 680幾億 買的比外資還秀 那那個 禮拜五沒有多買 加起來是超過714億 那禮拜五只要買32億 賣到手會軟啊 對不對 我在想是這樣 但是人家4月1號要掛牌 下禮拜還有後面 下禮拜還有 下禮拜還有 所以現在齁 大家都知道會有買盤嗎 所以現在就知道說 墊高的股票 就千萬不要追了 反而大家你可以發現 這個禮拜 老股票都漲不動了 以前去年大家都知道 AI股 現在漲不動 這禮拜不是有GTC嗎 啊不是很夯 他就原來的GTC 好像都動不了 以前黃仁勳董市長講一下 他點名一下 那個工資會漲停板 今年都沒有了 在去年真的是這樣 那在這裡他有點名 啊有的還是漲 可是有些點的就動不了了 我這邊會看齁 大家好可能就以純度來講 AI純度 大家至少過去都會知道的 好廣達 對 有趣呢 有趣呢 那個廣達去年漲 漲幾倍 兩倍還是三倍 兩倍多 欸現在有利多居然漲不動 欸這個禮拜 我再統計一下 他只漲兩塊半 對啦 可是你一塊又說回來 廣達他也算高位階了 對這波有彈起來了 所以就漲不動了 所以現在比較有趣的 給觀眾朋友分享一下 對 利多加持廣達漲的是什麼 他的集團子公司 子公司漲下面的 對不對 所以現在很多人在問 紅海能不能買 我們現在最多人問的是 老師紅海海可不可以追 我補充一下 這波紅海大漲 閃戶全部都在下車 有沒有看到閃戶的 買那個五張以下的 這持股是降低 因為漲嘛 所以現在大家都說 紅海要不要追 可能也追不太下去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的節目要告訴大家 不用買紅海 欸你有機會可以去買什麼股票 我們就拿廣達當例子 因為漲的是他子公司 大家有一檔股票 他一定知道了 6188廣民 對 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強勢股 廣達漲兩塊半而已 不到一趴 廣民從那個月線這樣拉起來 這個禮拜剛好從月線拉起來 漲了31% 漲30% 對 31.6% 79塊漲到104塊 很厲害 所以 那個母公司漲不動 對 子公司 飆起來 現在大家在問說 紅海如果不去追他 我不追高 機器電高的股票不追 我要買什麼股票 是 所以今天的節目 我們希望說 分享給觀眾朋友們 對 這個時間 我們會跟大家來提說 紅海集團裡面 其實有轉機的股票 對 有轉機的股票 那當然也有那個 疑似啦 當然在市場很多人 大家都已經知道了 對 有一張股票 大概是ETF新的成分股 本來沒有嘛對不對 那可能就會被電 00940 大概都知道 這些前十檔西檔 後面的人家會換股啊 對 對 沒錯 所以說 其實我覺得 其實大家現在有一個概念 就是說 如果你知道的利多 或是全部線牌 我這禮拜 看到一個詞蠻有趣的 叫做Open Book 就整個Open Book 給你看的時候 那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可以可以 已經大家都操完了嘛 所以你要找一些隱藏版的 或是沒出現的 還有 其實剛才也提到了 居然提到 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紅海的基期現在 其實相對 整個股市其實是低啦 可是對整個集團來說 其實紅海的基期 相對已經有拉起來了嘛 所以你要找相對基期 比較低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 大家其實這個時候呢 說老實話啦 我也不要跟大家講 什麼居高思維啦 大家現在就說啊 到底可以買什麼對不對 所以重點來說 欸怎麼找到低基期 怎麼到相關概念股 我想居然兄也是有這樣的一個方式 我跟大家來做分享 好 那個居高思維現在沒用囉 對 三個禮拜我三個禮拜也兩萬點 我那個都有賣壓下來 居高思維 哇這個禮拜哇兩萬過了 對 我們跟大家來聊 現在股票會複製啦 我們看紅海 我兩個條件 第一個 他一定是月線打底一個月 然後後面三月份放量整個帶起來 從底部翻起來 可能不只一個月 有打很久對不對 先打一直打 打他都沒有人 對不對 打他都沒有人管住 對沒有人 記得他有這趟股票 對 借由新歌的眼 聽眾朋友們沒有辦法看圖 沒關係 來 我們把 紅海的這個日線圖拉出來 不是要讓家去追紅海 對 大家可以看喔 紅海在這一波飆漲上去 這一波他從月線這一邊打底 其實大家可以 從月線這一邊 大家在100上下啦 到100塊上下已經整理超級久對不對 一個半月 至少一個半月 人家長什麼 什麼我們說COVAX啦 台積電啦 輝達都跟他沒份對不對 那時候都不會 到這個禮拜 欸突然之間 他跟那個輝達有一些關係的 變身了 麻吉麻吉以後 欸你可以發現很有趣 還沒有那個麻吉麻吉之前 底部就先放量 那就是有人先知道了對不對 先切入了 我們在喔 借新歌的眼 我們把三大法人抓出來 對 外資投信自營商 人家早在 2月底就開始吃貨了 對 而且是在可能102到105之間 他就開始已經開始賣了 開始拉高了 已經開始買了 那觀眾朋友 你看得到圖的 YouTube頻道的朋友 你可以看到這個圖 多可怕 對 你都已經是聽到利多了 才發現啊 三大法人 早就已經買了半個月 是 而且買的時候還漲不太多 慢慢漲 但是他們已經漸步 可是大家可能覺得 紅海這個股 像我們在上節目的時候 也是問紅海 就這是高值率類股啊 就不會以正眼來看他 結果 真的看著也開始拉 哈哈哈 你可以發現喔 這個禮拜 紅海只漲幾% 紅海漲6.9% 對不到7% 可是他這一波段從月線這邊拉 總共漲幾% 42.6% 等於換句話講 這個禮拜之前 他漲了超過30% 你一多出來 他反而 開始漲幅開始收斂了 對 因為開始在反應了嘛 告訴你紅海在哪裡有好處 對不對 但之前你還不知道的時候 就頭頭去頭頭去 所以觀眾朋友 那個放聰明一點 現在紅海大家在想說 會不會有其他帶動的股票 那我們就會跟他去聊說 接下來紅海集團 會帶動的股票 那我們先跟大家聊 我今天帶來一份的資料 因為紅海集團這邊還蠻精彩 我精選兩檔 是一檔是那一個整個在去年 他是虧損的公司 對 今年1月開始成長 換句話講 以基本面他今年是轉機年 OK 這個就不能看過去EPS了 對不對 因為去人虧嘛 你就要看他 哎 如果有機會贏收跳山 然後可能開始有轉機的時候 其實他的這個機會應該就蠻大的 哎 是 然後最重要的是他最近 嗯哼 也是3月下旬啊 才知道說 哦他接有 接到了美國兩大車廠的訂單 是 轉機然後又有大訂單 是 如果還在底部跟紅海一樣 對 哎 那個 投信啊 外資已經試貨了 對 哎你覺得接下來 你要你要你要去追紅海嗎 當然不要啊 我一定要買低機器 不要秀給他 買東西一定要買便宜的吧 哎 紅海前面漲30幾趴 利多 這個禮拜漲不到7趴 是 那你當然就知道現在法庭在做什麼 對 轉到低機器 對啦 就賣高轉 買低嘛 就換交換這個機器嗎 另外哦 比較有趣的啦 是 現在大家都在猜00940哦 那個新成分股 紅海集團有 也有 就應該不是紅海吧對不對 絕對不是紅海 那如果是紅海的話 今天大家就可以轉台了 呵呵 別說轉台啦 如果是紅海 紅海不會是一樣 可我講200了啦 對 紅海集團有一檔 我們幫大家挑出來 一樣 我們在抓那個法人在複製 從底部接棒 這種形態都是複製的 但是基本面不一樣 他一定有利多加持 有跟他旅遊啊 利多健報 他才會加速他的漲幅 有一檔 紅海集團 裡面 本業獲利創新高 聽起來不錯耶 本業啦對不對 對有本業加持了 去年喔 去年就是不錯 對 今年現在有訂單 好不好呢 又有 1400億 那這樣聽起來很好啊 對 去年有 今年又有 對不對 最重要的是 籌碼 本土投信 自營商 所以就讓你想 籌信如果再買 搞不好 一是他看好 二就是加入成分股吧 對不對 這都有可能 對不對 比較有趣的啦 你知道這一次 我去蹭那個00940 那個ETF熱潮 先動手 先到貨是誰 自營商 自營部啦 對 他們把他前面 所以換句話講 如果自營部 現在跟投信 一起在吃貨的股票 這個紅海集團 這一檔股票 非常重要 好 那怎麼樣拿到這份資料呢 欸 我相信就是說 這個聽眾朋友們 加我的Lite 小老鼠J78 你只要加我Lite 之後留言 528 我要發 528 這一份的資料 我們就直接送給新的 聽眾朋友們 好 那希望大家好 把握這個時間 加入之後呢 其實拿到這樣的一個資料 高檔震盪不好做 那其實有專業的團隊 幫你在這邊做規劃 我認為相對比較有機會哦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再回來 好 歡迎回到理財週末派 我是新歌林昌新 那在現場的呢 是摩爾投過的分析師 陳俊妍 金元兄 那我們在第一個階段 其實提到了 紅海的相關概念 基本上 我自己的看法也是 紅海你在這邊去買 其實沒有意思 因為什麼 因為籌碼其實都卡在前面的 他要拉 要跌其實都可以 但是你真的吃不了好處 可是呢 俊仁兄剛才提到 其實大家 也趁著這種所謂的休息的時間 可以去 加入這樣的一個所謂的 LINEET 為什麼 因為這個資料 幫你去找到 還沒有發動 或是有轉機的小經濟 那我想 其實在問這個 俊仁兄 其實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中呢 你我剛才看到 其實 他的肋骨的輪動 除了紅海之外 你是不是也有觀察到不一樣的一個機會 那在我們現在的2萬點之上 還可以來做觀察 對啊 現在 紅海這一 我先聊一下 紅海這一波 會漲起來的一個原因 對 就一個理由說 AI伺服器 佔他的營收 哦 四成 對 拉伺服器的股票 其他你所知道的 廣達 哎 不叮噹 對 哎 圍影不動 不動 不動 哈哈 好 那我要跟他來談 就是說 哎是不是有伺服器的股票 可以在後面 有動作 是 哎 AI伺服器最近這個從1月到2月其實還蠻弱的哦 對 幾乎沒有漲了 漲幅沒有辦法再擴大 1月到2月 如果我印象沒錯的話 其實是漲台積電概念 漲比較多啦 對不對 那所以說 伺服器概念股 哎這波 紅海漲是不是 哎 就有一些機會 很多人在猜那個00940啊 還是說新的ETF 不要掛牌 有沒有新的成分股 這樣子 還沒公開嗎 對 你只公開10檔 前面就 嘿 對 只看到前面嘛 後面都沒公開嘛 對 嘿 我跟大家分享 來 這張表很重要 是 因為我特別精選了 AI伺服器裡面 第一個 誰的驚奇最低 是 第二個部分 一樣 轉機的概念 OK 這一檔的股票很特別 大家在去年的上半年耳熟能響 是 下半年 因為他從高點回檔 大家都忘了他了 OK 通常這種股票 因為上半年 去年的AI很夯嘛 所以去年下半年回檔了 大家都忘記他了 對啊 回檔有了 還有反彈 廣達還有反彈 技嘉好像有反彈 對不對 大家都有那個印象 今天那個音樂達好像還有噴起來 對 今天音樂達有漲了 他算這波也算沒漲到的 對 他們 組裝的有了 啊伺服器的 人家都有至少都有反彈 散熱的很強 對 伺服器有一檔被忘記了 鴻海都拉成這樣子 這一檔伺服器 今年的第二季 他是有一個回升的機會 營運回升 也就是說換句話講 AI伺服器裡面的轉機股 對 另外比較特別的是哦 我們剛剛有聊到 對 如果是成分股的話 是誰會先跟 自營部 對 所以自營部有買 啊投信如果又有機會納入 那基本上就兩股力量 啊 對啊 那個先動手的是自營 這一波自營商很聰明 他比外資先動手 所以這一波我們要去追那個後面會 對起漲的股票或者是後面媒體新聞會公佈的成分股 先抓自營商跟哪些股 而且要跟投信哦 自營商跟投信哦 對 這這很明顯 因為說老實話就是自營商投信其實都在金控底下嘛 那當然他一定有防火牆 可是呢 啊 大家都 我講新制度 你們 好的公司大家容易挑出來啦 這就是機會嘛 這一檔股票我帶來 吼 啊 特別留意哦 他是準備3月底 3月27號是要出席的 你下個禮拜會出席的 ok 那換句話講 啊 那個過去嘛 那大家如果記得的話 08科人家出席的時候 法人先棄席 是 是 啊 這一波自營商投信 對 人家下禮拜要出席了 他是繼續買 ok 就表示說他不棄席嘛 他看好 所以這一個行情哦 在這個時間點 大家懂得去把這個 這種股票把它抓出來 是的 那所以說我覺得好 其實AI的概念呢 其實剛才 俊賢校有提到 其實 都是在輪動 那輪動的過程中呢 我也認為說 有一些基期相對低 然後 法人在卡位的 包含 各位看到周五 周五一些音樂達 哎 他也是低期比較低 開始往上拉嘛 那我覺得其實 這樣的一個概念 其實比較有機會 可是回過頭來呢 除了我們今天 從頭到尾 一直在談 紅海之外 啊你把台積電放在哪裡去啦 哦 台積電很強耶 台積電 歷史新天價 他的供應鏈真的 我算好從去年聖誕節到現在漲了三輪 對 漲三輪 一直在接棒 一直在接棒 沒有錯 啊所以換句話講 你覺得投信新的成分股會不會抓 會啦 一定會 一定會 從去年聖誕節到現在 不誇張耶 要第二季了 他的那個 供應鏈的股票還在創新高 所以代表是哦 如果投信現在 有特別去在低檔抓一些 跟台積電供應鏈的股票 你是不是要把他抓出來 當然啊 一樣 我們也是在今天的節目 是告訴大家 我們幫大家哦 把台積電的概念股裡面 抓出了一檔 欸這一檔股票 哦 本身今年的訂單就已經創新高了 他在東南亞的市場 是展望非常樂觀的哦 當然這是公司的報告 但是法人如果籌碼有根的話 這個就 不要懷疑了 對如果說法人洩入 就當然是公司 共蒙共 公司給你有你的講法嘛 可是你講了有時候法人他不買帳 對法人買帳的話 尤其看起來是怎麼樣 三大法人他都有做 不會把他拿出來 是提供給大家 原因就是哦 上面寫得很清楚 外資投信自營商三資索碼 欸這個就跟我們在三班 跟我們上班時間去看洪海一樣啊 是是 洪海在還沒噴出去之前 也是 外資 投信 自營商三資索碼 三資索碼完漲了30% 你才知道利多是什麼 對啦 尤其有其實 我要提大家說 這邊如果加以這個2萬點 假設有三個法人 同時都買 那你不要說三個法人啊 之前我在看投信只要跟 外資不要到投信的貨盤就容易漲嘛 那如果說這種台積概念股 三個法人通常在買 那應該力道常常就比較強啊 對啊 如果他還在底部呢 我們剛好跟他介紹 是 月線打底一段時間了 對 然後三月已經開始放量了 對 啊三大法人都已經索碼了 你覺得說你是要看到新聞暴力多才買 還是說現在先買好等新聞暴力多 那還用說 當然先卡位了吧 現在大家在2萬點 是操作一個最重要的法則哦 是 所以說其實 我我們總結一下 其實今天提到的重點就在於說 紅海集團呢 說老實話紅海算是大型股 那在大型股之外 其實呢 有轉機的 那也有這個所謂的本業有創新高的 其實這個 其實劇院兇手其實今天都特別帶 這兩個股票其實相對來說 都是紅海集團裡面的機會嘛 那我們第二階段談到就是說 哎 台積電跟AI伺服器的概念股 所以換言之 我現在要問一個問題就說 那到了這個地方呢 是不是我們在全股的邏輯 不應該用追高的方式 應該找低基期的方式來走呢 對 當然啊 第一個很重要的 因為成功的股票 對 他會教導我們 對 成功的股票 他會告訴我們 外資在拉股票的時候 會用什麼手法 比如說紅海 我知道 紅海 我們剛剛有聊到廣民啊 對廣民也是 廣達漲不動 他的子公司 居然飆了30% 一個禮拜 是一個禮拜30% 就信蕾不及元 嘿嘿 我們看一下廣民 看著看著看著 他是不是跟紅海一樣 哦 這連續大概三 前面哦 借著信哥的眼 我們看一下 觀眾朋友 一樣耶 聽眾朋友 一樣啊 一模一樣啊 盤一個月對不對 盤一個月 月 而且是月線哦 一模一樣 你把它調出來一模一樣哦 月線這一邊打底 你可能會忽視他 忘記他的存在 不會去看他 那我說老實說絕對不會去看 對啊 三月放量了 第一支量 還小量耶 你一定是等新聞媒體暴力多了 才才知道他嘛 這一檔廣民這個禮拜大家都知道了 是 機器人 是 對嘛 剛好GTC嘛 對不對 對啊 機器人 結果現在就在100 106左右了 就不太動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實 外資哦 本土的自營商 我覺得他們兩個哦 非常的厲害了 是 是 因為這一波他們蹭投信 ETF的 這個熱度真的是蹭得非常成功 是 我們就看哦 那個 投信這一波 後面鎖定廣民 是等到這個禮拜才鎖定的 他其實算比較後面哦 外我看這個圖 外資先買對不對 第一個外資買起來 自營商卡位 然後最後投信再再買 所以你買ETF的 不一定買到低大股票 對啦 因為我說老實話啦 買ETF就說啊 我要買長期嘛 然後我要做價值投資嘛 可是如果真正喜歡說 享受這種所謂的 有波段有波動的話 其實還是要有專業團隊 幫大家來做篩選啊 對不對 那這樣的話 其實我想 今天已經有四檔的這個 重要的這些標誌 要給這個同學們 那如何來做收取 好我的Light小老鼠J178 對 那留言528 是我們一起跟大家來發 是 528你留言 然後後續我們幫大家來追蹤 除了廣民之外哦 市場會看兩檔機器人的股票 但我看這兩檔機器人股票 另外兩檔除了廣民之外 另外兩檔法人沒有籌碼很積極啊 而且有的可能還沒有賺什麼錢啊 啊 是最重要啊 法人跟我沒有吃貨 給媒體怎麼點名他沒有用 所以我們這一個時間 你加我Light後續那一些法人有動作 我會分享給你 好我想今天非常謝謝俊賢修 其實大家也學到很多就說 包含如果看大做小 然後如果去找低機器的 我想哦 聽到朋友如果有興趣的話 其實在我們的理財周末派裡面呢 都會邀請到最優秀的專家 那今天是這個俊賢修來這邊哦 跟大家分享這樣的一個股票 還有的操作的一個心得 如果有興趣了 歡迎加入他的LightNet 索取這樣的資料 我是林昌星 感謝大家收看這個禮拜的節目 我們下週見哦拜拜 摩爾投顧111年金管投顧 新字第014號 本公司與節目中所推介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並自負投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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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自負投資人